Hello 太友们大家好 我是梅州的张思林 今天是2021年的6月19号 我现在在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 艳阳镇的英纳山 这里海拔约有500米 面积有6000多平方 这里有广东的四大名刹之一 宁光寺 这里有秀美的景色 丰富的人文历史 独特的庙堂建筑 尤其是寺庙的神奇之处 更是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万千游客 那太友们 你们知道是哪些神奇之处吗 来 请跟着我的镜头 一起去一探究竟 挺好车 经过这条风车道 我们去往灵光寺 现在已经到了 去灵光寺的这个山门 山门是建立在山林之间的 所以叫做山门 山门是有三个门洞的建筑 中间有一个门洞是走人的 对称的两边稍微小一点 其实它是象征着福家的三解脱门 继续往前面走 已经快到了灵光寺的门口了 寄善桥 这个叫什么桥 季善桥 以前叫怀祥桥 现在改为季善桥 我们现在就经过这个桥上去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灵光寺的门口 在灵光寺的门口有两棵古博树 这两棵古博树就是灵光寺的生死树 这两棵树是由灵光寺的建筑者 唐高生潘鸟泉祖师亲自栽种的 到现在已经有1100多年的历史了 在我面对的右手边的这一棵枝叶繁茂 而左手边的这一棵枯掉有350多年了 虽然枯但是枯而不朽 这两棵树真正的是一枯一容一生一死 这个就是灵光寺的三个神奇之一 生死树 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索灵光寺的第二个神奇之树 现在我已经进来了寺院了 灵光寺游人如之 香火点胜 灵光寺的大雄宝殿常年是香火不淡的 但是空气却十分的清新 丝毫没有香烟熏人 恰人的味道 据说是因为大殿顶上的斗霸造景起了作用 这种造景在国内只有两个地方才有 一个是我们梅州的灵光寺 另一个就是北京天坛的方形造景 灵光寺的造景比北京天坛的方形造景要早一百多年 这种造景的原理就如同抽风机一样 它可以使烟雾沿着殿顶盘旋而上 自然的去扩散 因为形状像菠萝 俗称菠萝顶 除了菠萝顶以外 还有一个神奇之处 就是灵光寺的这些殿堂上 瓦上无业 一尘不染 在这个寺庙旁边 绿鹰婆说 绿树繁英 有时候院内落满了树叶 但是在殿堂的屋顶上 一片树叶都没有 这一千多年来都是如此 至于是什么原因呢 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明 太阳们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不妨来这里走一走 看一看 每去一个地方 都会发现自己 有很多的未知领域 看到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同时也让我学会了 并且收获了很多 学会了坚强 随遇而安 学会了同理性 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同时也遇到过很多的好心人的帮助 让我收获了一颗感恩的心 好的 太阳们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世界课度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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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